希望能够带给中文来到新闻的惊喜 谢谢 我现在都说了 我试试 DIY制作冰浪山工艺品和剪制艺术 台信双方深度交流 气氛热络 台湾客家委员会推动新南向政策 因此屏东盛根永续发展协会 特地远赴新加坡 除了希望团队与在地客家团体 建立长期并稳定的关系外 也期盼透过公益及文化交流 让国际看见流堆 此次我们协会到新加坡 做客家文化交流的参访 主要是受到客家委员会 在南向政策的计划补助 我们主要是到五个 在新加坡算是蛮大的客家会馆 去进行交流参访 我们在茶阳大埔会馆 有举办一个客籍青年的交流座谈会 以及我们有攜带一些六堆的工艺品 到现场去做展示 然后现场我们还举办了 六堆的客家兼职的交流 以及槟榔山的制作等等 生根永续发展协会 以深厚的在地文化调查基础及内容 透过体验性课程 来推广客家文化和传统工艺 新加坡与会者热情参与 除了对于六堆文化感到很新奇 也表示有机会很想到平衡来找走 其实在新加坡还蛮少这种活动的 就是对于客家文化这一块的活动 其实算是比较少的 所以他们藉由这一次的机会 来了解及认识我们六堆的一些客家文化记忆 六堆在地的一些手工艺品 然后也让他们获得了蛮多 吸收了不同的客家方面的文化这样子 其分透过此次活动 仍让彼此客家族群达到良好的互动关系 未来也期待双方能有更多实质经验的交流 让六堆文化推广在既有的基础上 不仅向国际学习 也能吸引更多国外的科技人士 到六堆来观光 冰冻社不停相思采访报道